她是拥有寒冰血脉的冰雪女王 一挥手就可以冰封十万里 这是她的姐姐拥有黄金之躯 刀枪不入 不死不灭 就在冰雪女王对着魔镜念出了咒语 却意想不到地把困在魔镜中的姐姐释放了出来 这让冰雪女王很是震惊 因为她知道姐姐的手段非常的邪恶 果不其然她刚一出来就取代了她的王位 并且把所有的猎人集中起来 准备将南边的王国全部摧毁 这是暗中的锤子哥举起弓弩 一箭射出的 但却被赛龙女王轻松接住 小美健壮在暗中发起了偷袭 但这些小把戏根本入不了两位女王的法眼 随后准备当众杀掉两人 但行刑的小黑却一刀砍断了他们的锁面 原来在场的所有猎人 早就已经受够了赛龙女王的邪恶统治 但是背叛换来的只有残忍的杀戮 身经百战的猎人们 在这强大的黑魔法面前显得不堪一击 冰雪女王看到她从小养大的孩子们 一批又一批的惨死在姐姐手里 她实在看不下去了 使出了自己体内强大的寒冰之力 瞬间就形成了一座厚厚的冰墙 直接将它们阻隔在外面 在冰墙之内两位女王吵了起来 就在冰雪女王按住姐姐的脸时 却意外地得知了当年的真相 原来当年她的姐姐 为了激发出她体内的寒冰之力 竟然使用巫术害死了她刚出生的女儿 得知了真相后 本就岌岌可危的姐妹之情彻底破碎 赛龙女王使用黑魔法 趁妹妹不注意率先发起了攻击 身后的冰墙也随之裂开 冰雪女王反手一击寒冰掌 却被赛龙女王轻松化解 这时锤子哥一斧子砍在她的脖子上 却没想到她的脖子十分坚硬 小美在上方偷袭 她化作一群金乌鸦顺一道身后 将小美高高举起一下扔了出去 就在这时冰雪女王一把抱住了她 寒冰之力瞬间将她冻住 冰雪女王打算用全部的寒冰之力 把这位不死不灭的姐姐冰封起来 但她还是低估了姐姐的实力 赛龙女王残忍地对她下了杀手 但没想到顽强的锤子哥又站了起来 此时赛龙女王的魔力已经大大削弱 锤子哥趁机开始发动攻击 局面在不经意间已经开始发生了转变 冰雪女王用自己最后的一丝魔力 释放出了最后一道寒冰之力 瞬间将魔镜洞的嘎崩萃 锤子哥抓住机会 砍断所有黑色尖刺 抬手一飞斧就砍在了魔镜的正中间 被寒冰封住的魔镜受到这强烈的遗迹 瞬间就破碎的四分五裂 随着魔镜被摧毁 不可一世的赛龙女王也变成了一堆沸铜烂铁 冰雪女王看了一眼恩爱的锤子哥和小美 最后欣慰地闭上了双眼 那些曾经被她冰封的人也都活了过来 被抓到这里的可怜小孩也都获得了自由 影片到此结束 我是木子李电影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